第32个支点 借款费用的计量 那我们的借款分为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 我们在项目建造的过程中 是先使用专门借款 等到专门借款用完了 咱们再使用一般借款 所以咱们先来看 关于专门借款利息费用 资本化和费用化金额的计算 在此两个都是用减法 先来看资本化金额 它就等于我们借的全部专门借款 它在资本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减去尚未动用的钱 在资本化期间存入银行 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所取得的投资收益 那在此我问一下大家 您看这个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跟我们到底花了多少专门借款 有关系吗 没关系 是不是只关系 我们借了多少钱 然后有多少钱没花 所以是借的所有的钱 在这个期间产生的利息 减去没有用的钱 在这个期间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所取得的投资收益 比如说我们借的所有的钱 在这个期间产生的利息是100 没有用的钱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是30 那资本化金额就是70 这是一个减法 再用处理 我们应该付的利息是100 就到再建工程的金额应该是70 那我们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我们收到的话 那银行存款30 没收到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应收利息30 这是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接下来再说费用化金额的计算 你会发现它和上边是类似的 只是把上边的资本化期间 改成费用化期间就可以了 那费用化金额就等于 我们借的所有的专门借款 它在费用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减去尚未动用的钱 在费用化期间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所取得的投资收益 那同样的 假如我们借的所有的钱 在费用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是100 然后在费用化期间没有用的钱 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是20 那么费用化金额就是80 这样处理应该是 贷应付利息 这是我们一共要付的利息 是100 借财务费用 那是费用化金额 80 我们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取得的利息收到了 那就是银行存款 20 没有收到的话 那就是应收利息 20 看看是不是 看起来比较简单呀 咱们接下来再通过一题 来给大家说一下 假设我们在某一年的1月1号 我们从银行借了 装门借款 4000万 年利率是5% 借的是2年 那1月1号我们借来了钱 我们花了吗 没有 什么时候开始花钱了 到4月1号 我们这个工程才开始借 我们才花了钱 借了4000万 我们花了3000万 那4月1号是不是 花钱 借钱 工程开始建了 花见借都满足了 所以4月1号开始资本化 那工程见着见着 到6月30号呢 发生了非正常中断 那一中断就超过了三个月 一直中断到了这一年的年底 那这段期间 我们就应该暂停资本化 也就是说 后半年 那是费用化期间 那也就代表着 整个这一年 我们的资本化期间呢 就只有四五六三个月 前边的三个月呢 那还没有开始资本化呢 所以也是费用化期间 所以整个某一年的这一年 我们的资本化期间 只有三个月 而费用化期间呢 前边有三个月 后边还有六个月 好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例题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用的专门借款 我们可以把它存到银行 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去得投资收益 那么当然了 这个投资收益 就会比较少 月收益率是0.3% 咱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笔专门借款 它的资本化金额和费用化金额 应该怎么算呢 先来看资本化金额 我们说 等于我们借的所有的钱 是四千万 它在资本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这四千万在资本化期间 产生多少利息呀 是不是应该拿着 四千万乘以百分之五 这是一年的利息 资本化期间只有三个月 所以我们乘以十二分之三 减掉没有用的钱 在资本化期间 所产生的短期理财收益 那我们在四月一号 花了三千万 所以四五六 这三个月 我们没有用的专门借款 是多少钱呢 是不是四千减去三千 那就只剩一千了 这一千 我们可以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取得投资收益 多少呀 月收益率百分之零点三 那就乘以百分之零点三 这是一个月的 乘以三个月 得到短期理财收益 那拿着我们借的所有的钱 在资本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减去没有用的钱 所产生的短期理财收益 就可以得到资本化金额是 五十减九 当月四十一 那这个如果是建固定产的话 我们应该先将其在在建工程中去进行过一季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费用化金额呢 那我们说费用化金额的算法和资本化金额的算法呢 是类似的 只不过我们把资本化期间改成费用化期间就可以了呀 那我们来看怎么算呢 首先是我们借的所有的钱 四千万 乘以年利率百分之五 我们要看它在费用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那是不是前边的三个月 后面的六个月 一共就是九个月 四千乘以百分之五乘以十二分之九 这是我们借的所有的钱 在费用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减去没有用的钱 在费用化期间所产生的短期理财收益 先来看前三个月 没有花的钱是多少 我们到四月一号才花了三千万 那在之前花钱了吗 没花钱呀 所以前边的三个月 我们没有花的钱 就是这四千万都没花出去 是不是都可以进行短期理财投资呀 那看看收益是多少 应该是四千乘以月收益率 百分之零点三 再乘以这三个月 这是前三个月的短期理财收益 那接下来再来看后六个月的短期理财收益呢 那没有用的钱是多少呀 我们在四月一号花了三千 是不是一直以来就只剩一千了 所以看一千万在后边的六个月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取得的收益是一千乘以百分之零点三 再乘以六个月 这个括号里边的就是整个费用化期间九个月 我们拿没有用的钱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 那总的利息减去理财收益就可以得到费用化金额 是一百五减去五十四等于九十六 那这九十六我们应该就得到财务费用 准确 好咱们账务处理怎么写呢 应该是借借工程四十一 借财务费用九十六 然后我们贷应付利息多少呢 是我们借的四千万 它在整个这一年所产生的利息吧 那应该是四千乘以百分之五 所以是两百万 那有一个差额是在借方 这是什么 这是短期理财收益六十三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呀 我们的专门借款 它的资本化金额 加上费用化金额 是等于全部的利息费用吗 等不等 不等 为啥吗 你会发现 四十一是资本化金额 九十六是费用化金额 而我们全部的利息是这个红框里面的 四千乘以百分五 需要拿这个红框里面的减去 这个层色框里面的短期理财收益 才能够得到资本化金额和费用化金额 对不对 所以资本化金额加上费用化金额 是不等于全部利息的 应该等于全部利息减去短期理财收益 那这个收益就是我们这个层色的六十三 如果收到了 我们借银行存款 如果没收到 我们借应收利息 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对于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加费用化金额 是不等于全部利息的 所以我们先算出来资本化金额之后 能不能够拿着全部的一些减去资本化金额 就得到费用化利息 可以吗 是不可以的 因为在这个中间有短期理财收益 这个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接下来看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和费用化金额的计算 资本化金额我们用乘法 费用化金额用减法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资本化金额算出来 然后拿着全部的利息费用 减去资本化金额就可以得到费用化金额了 也就意味着对于一般借款而言 资本化金额加上费用化金额是等于全部的利息费用的 那和我们刚刚所讲的专门借款就不一样了吧 专门借款这块咱们单独强调了 资本化金额加费用化金额是等于全部的利息减去短期理财收益的 而在一般借款这块我们只需要把资本化金额算出来 然后一减就得到了费用化金额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去计算资本化金额 这个看起来非常复杂 尤其是他给了一大长串的话 你又记不住我给你翻译一下 资本化金额等于什么呢 他就等于圈一乘以圈二 圈一是什么呢 他叫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说白了就是我们所花的一般借款 它的加权平均数而已 那你想想我们花钱是先花专门借款呀 花完了专门借款再去花一般借款 那为什么要算一个加权平均数呢 因为在这一期间我们花的钱 有1月1号花的 有8月1号花的 有10月1号花的 我们得考虑所占用的时间权重 所以要算一个我们所花的钱的加权平均数 乘以圈二 是什么呢 就是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这个是啥呢 我给你翻译过来 其实就是我们所借的钱的加权平均利率 为啥是我们借的钱的加权平均利率呢 你想想我们所花的钱都是什么时候借来的呀 那有上年借来的 有今年借来的 有今年1月1号借来的 有今年5月8号借来的 我们每借的一笔钱 本金不一样吧 年利率也不一样吧 所以我们所花的钱到底是借的哪一笔钱呢 对于一般借款而言 这些钱在这放着 可以用于这个工程 可以用于哪个工程 所以我们需要去考虑 我们借了这么多笔钱 对应着加权平均利率是多少 也就是资本化率 所以先把这个缺一和缺二的大概意思搞清楚 接下来咱们再来单独的去求 缺一和缺二 缺一 我们所花的钱的加权平均数 那怎么平均呢 那就去考虑 我们花了每一笔是多少钱呀 它所占用的时间权重是多少啊 把所占用的这笔钱乘以时间权重 然后把每一笔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花的钱的加权平均数了 再来看 缺二 是我们所借的钱的加权平均利率 那你说平均利率咋算呀 那就等于利息除以本金呗 这样就可以得到加权平均利率了 那利息怎么算 就等于我们所占用一般借款当前实际利息之和 您把所有的利息都加起来 然后除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本金 因为我们借的每一笔钱这个本金数呢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需要去考虑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那利息除以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就可以得到加权平均利率 那我们所占用的一般借款的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怎么算呢 那就等于每一笔借款的本金乘以 他所借的时间比上当期的时间倍 算一个加权平均数 这个公式看起来有点复杂 公司们考试的时候也没有让你去默写 你只要把它理解把握到位 会去计算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咱们通过题目来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公式车一乘以车二就得到资本化金额 拿着全部利息减去资本化金额就等于费用化金额 咱们先来看车一怎么算 它就是我们所花的钱的加权平均数呀 假如说现在就没有专门借款 就是一般借款 我们就去看我们花了多少一般借款呀 假如说今年的一年 从1月1号到12月31号都是我们的资本化期间 在1月1号我们花了500万 到8月1号又花了300万 到10月1号又花了240万 咱们就来看看这三笔钱 对应着加权平均数是多少 可以先用第一种方法 花的第一笔500万投入到我们的工程中 它所占的时间权重是多少 一年12个月 是不是12个月它都在我们的工程里边呀 那500乘以12分之12 或者是您不乘结果是一样 再考虑第二笔 8月1号花了300万 这300万我问你 在这一年里边 它在我们工程中 占用了多长时间 是不是从8月到12月 15个月呀 那就是300乘以它的时间权重 12分之5 再考虑第三笔 240万是在10月1号花的 它所占的时间权重呢 是不是就是10月 11月12月 后面的三个月呀 拿着240万乘以十二分之三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三笔 孩子在这一年的加权平均数了 是685万 这就是圈一 我们所花的钱的加权平均数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工程中 平均一年 我们花了多少钱 那你肯定不能拿500加300加240除以3 对不对 我们是需要去考虑时间权重的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你也可以分时间段来考虑 比如说从1月到7月底 这是7个月 我问你 这7个月我们工程投入进去多少钱呀 是不是就是500万 那拿着这500万乘以十二分之七 再去考虑8月9月 这两个月工程投入进去多少钱呀 是不是原来的500万还在 又新添进去300万 所以这两个月工程里边占用的是800万 那应该拿800乘以十二分之二 再考虑后边的10月 11月12月三个月 这三个月工程里边占用了多少钱呀 那应该是500还在 300也在 又添进去200次 是不是一共占用了 10410 那乘以时间权重吧 十二分之三 好 把这三个加起来 就要到的结果 也是685 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是根据每花一笔钱 单独去考虑他所占的时间权重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是分时间段来看 结果是一样的 你看哪一个方法简单 你就用哪一个都是可以的啊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try一说完了 try一就是只考虑我们所花的钱 以及他所占的时间权重 考虑我们所花的钱的加权平均数就可以了 那你一发没发现 你在计算这个try一的时候 有没有去考虑这些钱 是什么时候借的 是不是没考虑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try一的重点呢 就是花钱 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说 这些钱都是什么时候借的呢 那就是计算try二的问题了 看看1月1号 我们借来了 1000万的一般借款 年利率8% 然后就花钱呀 花了500又花了300 到10月1号 我们又想再花2004的时候 钱不够了 钱不够了 又去借钱了 借了500万 年利率6%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前面花的这三笔钱 我们就知道是什么时候借的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考虑try二 就需要去分析 我们所借的这两笔钱的 加权平均利率 你能拿6%加8% 直接除以2得到7%吗 那不行啊 为啥 因为借的本金不一样 借的期限也不一样啊 是不是 所以您得去考虑 加权 那要去计算一个平均利率 那它就应该等于当期的利息 除以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所以一个一个来算 先来说利息等于多少呢 那这一年都是我们的资本化期间 看看我们借的这两笔钱 在这一年产生了多少利息呀 第一笔 一千万 这一千万是不是一年都借了呀 一年都在借 那一年的利息就是一千乘以8% 第二笔呢 借的五百万 年利率百分之六 那一年的利息呢 就是五百乘以百分之六 但是这个钱是十月一号借来的 前边的九个月借了吗 没有啊 所以在这一年期间内 这五百万所产生的利息 就应该是乘以十二分之三 这样的话 加起来就可以得到这两笔钱 在这一年的期间内 一共所产生的利息 应该是八十七年五万元 接下来再去考虑 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那第一个 本金一千是从年初就借来的 所以它的时间权重呢 应该是十二分之十二 第二笔借的五百 是在十月一号借来 那这一年只借了三个月 最时间权重就是十二分之三 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两个本金的加权平均数了 1125 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两笔钱平均到一年 我们是借了多少钱呀 借了1125 就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这一年的利息了 也知道本金的加权平均数了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加权平均利率 也就是平均利率 或者叫资本法律 就是我们要算的全二了 就是87.5 除以1125 就可以得到资本化率 百分之七点七八 那接下来 我们区二也有了 区二也有了 是不是拿着区二一 乘以区二 就可以得到这一年利息的资本化金额 是百分之七点七八 乘以685 就可以得到53.293万 那一旦算出来资本化金额的话 我们再去计算费用化金额 是不是也好算了 怎么算呀 拿着全部的利息 全部的利息 刚才咱们算不算 全部的利息 就是在这算的 87.5 拿着它减去资本化金额 53.293 就可以得到结果 费用化金额了 所以对一般借款 它资本化金额 费用化金额的计算 关键点就在于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看起来特别绕 您把这个道理把握了 记住小文老师给你讲的 全二一乘以全二 全二一就是我们所花的钱的 加全平均数 全二呢 就是我们所借的钱的 加全平均利率 两一计就简单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看考题 考题考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把专门借款 和一般借款给你合在一块 我们一起来看 19年的凡险题 说20某8年1月1日 假公司为构建生产线 借入三年期 专门借款3000万 年利率6% 当年度发生与构建生产线相关的支出 包括 1月1日支付材料款 1800 那这个花的肯定是专门借款 那专门借款 我们之前借了3000 说明还剩下1200 3月1日又支付工程进度款 1600 那我们专门借款只剩下1200了呀 那我们支付的1600说明 这里边有1200万元的专门借款 还有400万元的 一般借款 9月1日支付工程进度款 2000万 那这个全部都是一般借款了 假公司将暂时未使用的专门借款 又有货币市场投资 产生短期理财收益 月收益率0.5% 除了专门借款以外呢 假公司上有两笔流动资金借款 也就是一般借款了 第一笔是2017年上一年就借来的 两年期借款2000万 年利率5.5% 另一笔呢 是今年年初借的3000万 年利率4.5% 假定上述借款的实际利率 也明以利率相同 不考虑其他因素 最后问 英语资本化的 一般借款的利息金额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 一般借款资本化金额 应该等于 乘一乘乘二 是不是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对于借款费用的题目 这里边题目信息量呢 还是比较大的 他一会儿说花了多少钱 一会儿又说什么什么时候借了 那看起来比较复杂 所以我建议大家 做这种题的时候呢 画一个简单的图 把题目信息梳理一下 这个事儿 说的是某八年 一年的事儿 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一年都是资本化期间 在1月1号 我们借钱 3000万专门借款 年利率6% 借了三年 没有用的专门借款 可以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月收率 0.5% 除了这个专门借款以外 我们还有两笔一般借款 第一笔是上年借的 2000万 年利率5.5% 借了两年 第二笔是今年年初借的 3000万 年利率4.5% 借了一年 接下来是花钱的事儿 在1月1号 花了1800 这1800肯定是 专门借款 所以专门借款还剩下 1200 我们为什么要单独去分析 专门借款呢 是因为没有用的专门借款 可以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所以的考虑还剩下 多少专门借款 去进行短期理财投资了 3月1号 花了1600 这1600中 有1200万 是专门借款 还有400万 只能是一般借款 那专门借款还有剩钱吗 就没有 9月1号 又花了2000 这2000 肯定是一般借款 好 这个题目信息呢 咱一画图就梳理清楚了 接下来 无论他在问您 是专门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还是费用化金额 一般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还是费用化金额 您是都会算的 咱们现在学习阶段 不是为了做题 所以咱们全部给大家梳理一下 咱们做题的时候 先来看专门借款 去分析 他的资本化金额 再去分析费用化金额 专门借款 我们借了3000万 资本化金额 怎么算呀 我们说 等于 全部的专门借款 我们借的所有的钱 3000万 他在资本化期间 所产生的利息 现在资本化期间呢 一年12个月全部都是资本化期间 所以直接拿3000乘以6% 再乘以12分之12 这就是他在资本化期间所产生利息 减确没有用的钱 在资本化期间所产生的短期理财收益吧 那没有用的钱 是不是只有前边的两个月 有一千两百万元 没有用 可以进行短期理财投资呀 后边还有剩钱吗 没有了 所以一千两百万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月收率 百分之0.5 乘以两个月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资本化金额了 168万元 那如果问你费用化金额呢 我们知道费用化金额是等于 我们借的所有的专门借款 在费用化期间所产生利息 现在有费用化期间吗 没有 所以费用化金额一定是0 所以只需要去看资本化期间 费用化期间 这个就简单了 专门借款咱们就分辞完了 接下来再来考虑一般借款 先去考虑资本化金额吧 它就等于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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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算 是我们所花的一般借款 它的加权平均数 那我们花的一般借款有两笔 一个是400 一个是2000 来考虑一下 400所占用的时间权重是多少呀 我们3月1号投入进来的吧 是不是到12月31号 它一直都在 所以它的时间权重是十二分之十 再来考虑第二笔 2009月1号投入的 到12月31号 它都在 所以它的时间权重呢 是901112 四个月 2000乘以十二分之四 得到721就是1000万 接下来再去考虑722 是我们借的钱的加权平均利率 那要去考虑平均利率 就应该等于 总的利息除以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那先去考虑总的利息吧 看看我们借的两笔一般借款 在这一年产生了多少利息呀 那第一笔2000万上年就借来了 这一年全年它是不是都在呀 所以它的利息就是2000乘以5.5% 加上第二笔3000 1月1号进来的 这一年它是不是也都在 所以利息3000乘以4.5% 这是他们两个在这一年期间内 所产生的利息 所以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那第一个2000 它是不是这一年都在呀 所以它的时间权总应该是12分之12 或者您不写 加上3000它这一年是不是也都在呀 所以也乘以12分之12或者您不写 这样的话拿着总的利息除以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就可以得到加权平均利率了 4.9% 同时咱们把全部的利息245也算出来了 为啥这个要单独算呢 因为我们如果问费用化金额的话 是不是就拿着全部的利息减去资本化金额呀 那这个245到时候就可以直接用了 所以这个数呢 做的过程中您把它写出来 后面也许会用的 好 圈一和圈都算完了 那咱们就可以算资本化金额了 拿着圈一是1000乘以圈2 4.9%就可以得到资本化金额49万元 其实这道题问的就是这个 但是咱们现在学习阶段不限于回答这道题 咱们要把整个知识内容去完整 资本化金额有了 费用化金额咱们也可以算了 拿着我们前面算出来的这个圈2的分子245 减去资本化金额49 就可以得到费用化金额了 这样我们就梳理清楚了 不管他问你什么 您都可以做到了 有可能他问你专门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有可能问你一般借款的资本化金额 也有可能问你总的资本化金额 或者是总的费用化金额 或者是考您账务处理 咱们在2014年2015年就考了 借款费用的计算分析题 所以这个内容是同学们必须要回答 不要因为觉得复杂 你说做一道选择题 不至于写这么长吧 我做完了 别人都交卷了 我告诉你 这个是值得的 因为他不仅会考选择题 也会考大题 并且咱们之所以写了这么长 是为了给你梳理这个过程 在你真正熟了以后 那你可以不去分析这个专门借款 您可以只做这道题 那直接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您就快了 在学习这段不要觉得麻烦 好吗 好 这道题呢 我们选择A选项就可以了啊 那我们把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 费用化金额 一般借款资本化金额 费用化金额 全部都说完了 那整体来回顾一下 专门借款 它的资本化金额 就等于我们所借的全部的专门借款 它在资本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减去没有花的钱 在资本化期间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所产生的投资收益 费用化金额呢 就等于我们借的全部的专门借款 它在费用化期间所产生的利息 减去没有花的钱 在费用化期间进行短期理财投资 取得到投资收益 所以专门借款的资本化金额和费用化金额 都是用减法 那一般借款呢 就不一样了 我们要先算资本化金额 它等于圈一乘一圈二 圈一呢 就是我们所花的钱的加权平均数 乘一圈二 就是我们所借的钱的加权平均利率 加权平均利率怎么算 就等于利息除以本金的加权平均数 这样你就可以算出来了 只要把资本化金额算出来 拿着全部的利息 这个其实也就是圈二的分子了 减去资本化金额就可以得到费用化金额了 所以一般借款资本化金额是乘法 费用化金额是减法 你会发现一般借款的算法和专门借款算法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好 最后呢 还有一个小问题 涉及到外面本金和利息的汇兑差额 大家需要认定 那我们需要去区分 到底是外币专门借款 还是外币一般借款 对于外币专门借款的话 它的汇兑差额 资本化期间的资本化 费用化期间的费用化 而对于外币一般借款的话 它的汇兑差额 不去考虑资本化期间 还是费用化期间 全部都是费用化 这个需要注意啊 好 那么我们知识点就学到这里 接下来来看一个小题 2021年的多选题 说在资本化期间内 下来各项有关借款费用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什么 A选项 所构建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各部分分别完工 且每个部分可供单独使用 应当停止与该部分资产相关的借款费用资本化 对不对 因为这部分能够单独使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停止这部分的资本化 B 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 减去尚未动用的专门借款 进行暂时性投资 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 进入再建工程成本 对不对呀 对呀 这就是我们专门借款资本化金额计算的公式呀 它是对的 C 由于市场行情不景气 企业暂停了房地产开发建设两个月 所以这两个月的借款费用 应当资本化 那我们需要去考虑的是 是不是要暂停资本化呢 我们要暂停资本化的话 两个条件吧 第一 非正常中断 第二 连续超过三个月 现在由于行情不景气 所以暂停了开发建设 是不是非正常中断 是 但是有没有连续超过三个月呢 没有 那非正常中断和连续超过三个月 这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的 现在只有两个月 所以不能够暂停资本化 不能够暂停资本化 人家说的是应当资本化 那对不对呀 这个是对的啊 它不满足暂停资本化的条件 所以应当资本化 外币借款本金及利息 所产生的汇兑差额 应当预言资本化 对不对 在资本化期间就资本化吗 不对 为啥呢 我们外币借款需要去考虑 是外币专门借款 还是外币一般借款 如果是专门借款的话 在资本化期间资本化 在费用化期间费用化 而如果是外币一般借款的话呢 不区分资本化和费用化 全部都是费用化 现在它区分了吗 它没有说到底是外币专门借款 还是一般借款 没说清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道题我们应该选择 正确的是ABC三个选项 好到此为止 关于借款费用的计量 咱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此处呢 这道计算 同学们看起来比较复杂 一定要多去算一算 这个是会考主管题的